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啊 你什么来不及了 来不及要吃大美了吗 那我肯定要让你来不及啊 鬼魅周深暗光暴闪 屋内顿时阴气逼人 魏无羡甚至看到了阵阵寒气生疼 不禁提高了警惕 大喊道 你想做什么 我警告你哟 我可是很厉害的哦 我会杀鬼的哦 好多鬼看到我都要下跪的哦 你不要再啰嗦了 快把大公鸡给我 真的来不及了 鬼魅集的暗影一阵乱斗 魏无羡这才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劲 问道 到底是什么来不及了 你好好说呀 鬼魅道 说了你也不懂 你只需立刻将大公鸡给我 我再去将另外二十只动物收了 半个时辰之内那个东西还不至于醒来 那一切都还来得及 魏无羡闻言就更好奇了 干脆身子一挨 抱紧大美盘腿 坐在了大圈椅上 好整一下地说道 蓝湛教过 好是不从忙中起 慢工才能出细活 嗯 等一下 这句好像不是蓝湛教的 是先生教的 让我想想 嗯 想不起来了 算了 先不管了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能看不起我 我没有什么不懂的 你慢慢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要醒了 醒了会怎样 鬼魅本就着急 被魏无羡一通胡说八道 搅得彻底失去了耐心 失控大吼道 是汗拔 汗拔就要醒了 汗拔 魏无羡听罢愣了一瞬 立马跳下圈衣 三两步跑到鬼魅跟前 说道 你指的是上古传说中能引发汗灾的妖怪 还是那种千年僵尸 鬼魅一正 说道 你真的知道 魏无羡点了点头 说道 知道呀 我跟你说了我什么都知道 你快说 到底是哪一种 鬼魅道 哪一种都不是你能对付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若真想帮我 就赶紧将大公寄给我 魏无羡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对付 鬼魅道 就你这么点 都不够塞他牙缝的 魏无羡道 我总比大美大吧 大美够塞我不够塞 再说了 我不够塞 我的那二十个小伙伴也不够塞 二十个小伙伴不够塞 蓝老先生总够塞了吧 你快带我们去找汗拔 我们一定争钱恐吓塞牙缝 鬼魅听吧 呆症得很彻底 好伴赏才大叫道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将大公寄给我 魏无羡道 我是有病呀 但是看你的样子也没有要呀 鬼魅 魏无羡大眼睛连连呼闪 说道 所以你拿大美也不是去塞汗拔牙缝的 对不对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好好说给我听呀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很厉害的 你再不好好说 真要被我气死的 别的不甘心 魏无羡最后一句话鬼魅绝对相信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如果他需要稀气的话 调整了一下心态 开始了长话短说 原来 鬼魅并不是村长的孙子 而是村长一母同胞的兄长 因有些灵根 自小便被父母送到云深不知处修仙 成了蓝氏的外门弟子 主修阵法 他苦修十余年 在阵法小城之时 却在一次业劣中意外丧身 其尸身被蓝氏送回李家庄 葬进了李氏祖坟 十年年仅十四岁 后来不知是何缘故 鬼魅一直没有转世 五十多年来兜兜转转的 从普通的鬼魂进阶成了鬼魅 一个月前 鬼魅在李家庄附近深山里溜达闲逛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一座千年古墓 而古墓中沉睡着一只身形一丈有余的怪兽 那怪兽猴头 人身 独腿 浑身长满绿色长毛 模样甚为怪异 但是鬼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这就是上古传说中的妖兽汉拔 鬼魅自然不明白 一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怪兽 为何会出现在此处 但是身前精修阵法的她很快就发现 古墓实际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法阵 而汉拔被阵法封印其中 鬼魅发现阵法之后 先是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又提起了气 因为她察觉到汉拔有觉醒的迹象 想来是因为千年以来 阵法变得残破不堪 对汉拔的控制也就日渐削弱 而汉拔一旦觉醒并脱困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家庄将在瞬间荡然无存不说 还会波及到方圆数百里 到时候不知道要搭上多少平民和修士的性命